每天都開工 令到整頭整臉都是灰 面對沙塵埗的工作環境 除了甚麼都看不到外 還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更加也會影響我們香港人最關心的效率問題 為了探討這個無塵工作的問題 我們今天特意來到Hilti的客戶體驗中心 請問我們同時Erika 一起來看看最新的技術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lti的Erika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在無塵方面的方案和技術 希望今天的內容可以幫到大家 今時今日 不論你是做建造業也好 裝修也好 維修也好 無塵工作已經不再是有預算才做的牙蓋選項 而是一個最根本 最必要的一環 到底無塵工作為甚麼這麼重要呢 是否只買到一部吉塵機這麼簡單呢 粗略跟大家分享下一些數據 在地盤 如果做打拆或重型轉孔 每分鐘可以產生超過9公斤的粉塵 這些粉塵 尤其是肉眼看不到的 微細圓或粒子 長期吸入會嚴重影響呼吸度 最可怕就是直肺病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肺積塵 一旦中焦 就無法醫治 所以一定要由源頭減塵 這樣才能保障前線師傅的健康 而除了肺積塵之外 整個場地 塵土飛揚 有機會影響視線 降低能見度 衍生到其他工業意外 另外粉塵會對機器造成問題 有機會造成短路 甚至火觸 危機可以說重重的 很多人以為無塵化會增加工序 做多工作 實際上是剛好相反 你做了無塵化後 工場的準備時間縮短了 你不需要幫傢俬包膠 鋪地下 封門口 亦都可以縮短 做完工序後的清潔時間 另外更加重要 鑽孔效率都會有提升 為何這樣說呢 一陣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Hilti有甚麼解決方法幫到大家呢 是否整部很強的吸塵機 又或者油鑽膠的雜層器那麼簡單呢 而其實這個說法 就有點偏見 因為Hilti 的徐塵系統 是一個全方位的方案 會因應大家的工作需要 場景 提供合適的配件和方式 務求幫助大家做事 同時做到最有效的雜層 首先登場的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Hilti 率先引入香港 將它發揚光大 直接連接油鑽轉的雜層系統 電動雜層器 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輕便 它沒有壓我的吸塵管 如果你做室內裝修 傢俬裝場那些 非常適合 不需要開轉前 特意鋪地下包架子等等 就算你在商場 醫院 私人停車場 這些環境 要求這麼嚴開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開工 對了對了 沒錯 這款系統設計輕巧 而它的孔徑大約6-20mm 而它的深度達到110mm 所以當你要轉孔越大 越深的時候 甚至去打拆 就需要更專業的解決方法 就是真真正正地接駁我們的吸塵機 我們在吸塵機前 一定要說一個重點 就是要選擇正確的配件 去配合你的工作 因為選擇正確的工具才是真正的學問所在 我們做人經常說不做不錯 不轉孔便不會有粉塵 某個程度來說是對的 因為我們一般在石屎牆上做緊固 先轉孔 後上螺絲是常態 這樣有什麼方法可以skip 就是用釘槍 對於需要快速 但有重複的緊固工序 還要花時鑑翅轉孔所產生的灰塵 這樣才上了螺絲 如果用這把鋰電混型土釘槍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對於電釘槍 很多師傅都會問 究竟夠不夠力 這款Neuron BX4 釘的長度是14-45mm 無論是要將鐵槽或導管 這些物料緊固在石屎或鐵料上 都是一槍搞定 另外他們全新的Neuron電池 確保了給這部機 足夠的力量和持久力 每個小時打幾百下都不成問題 而且你沒有看電腦好像很大步 但拿上手比望外是輕的 因為重量和平衡做得很好 另外釘槍最重要是爽手 夠爽快 用得很舒服 那你就可以真正做到 快速無塵的緊固工作 去到大口徑 如果你是主力鑽孔 我會建議他試這個系列 叫做TEYD空心鑽頭 這個鑽嘴 可以一邊鑽孔 一邊吸塵 吸塵吸得更加徹底 不會像以前鑽孔 抽出來的鑽嘴時 會帶粉塵出來 弄得整面整地都是塵 這個設計還有一大優點 就是剛才提及過的 令鑽孔阻力 令鑽孔過程更快速 更順暢 真正做到無塵高效 不用特別清塵 就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例如擠膠、重鐵 接下來我們會試這個 TEYD空心鑽嘴 直徑是25mm 長度300mm 我們試一下效果和速度 看看如何 好 消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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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你一拉出来,是没有任何粉层掉出来的 它一路转的时候已经吸收进去 而且你听到吸层机转的时候 它有泡泡的声音,其实是一路将那些层掉进去清洁 整个过程是顺利的 当然洞是大和深的 需要时间,大概多久? 大概2分多钟就转完了 直径是25mm,300mm 这个清洁,这个没什么洞出来的 这三下都是很少量的粉层 非常小,因为洞窟那么大 转了那么深 试完这一般的转头 感觉很明显的分别 一加少量力压,就会看到粉层很明显的炸出来 像沙尘布一样 转到后段,因为要施加更多力去逼粉层出来 其实感觉比刚才累了很多 你听到我这一刻炭起来就知道有什么事了 先谈谈转的过程 因为它中间不断有沙石 去到中后段是很辛苦的 因为里面不断有东西卡住 正是谈谈转桶时间已经多了30秒 转洞要3分钟 第二,你看到出来的粉层 你看到这个刚才是很干净的 这个只跌出来现在成了山 转洞后,这个洞还要去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你看,是多到非常夸张的 所以你要用这些东西去做清洁的工作 你就没有办法像用了杂层器那样 立刻可以打架、中铁 这么快手做下一个工序 然后整个效率,如果你再不断地 几何吸引起来,整个地盘来说 可以差很远的 如果你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做打拆 就可以配合这个配件了 TDRSB 你看到它前面的吸盘位 是用一个特殊的软性材料去做 非常耐用的 亦都可以就在不同的角度 去做打拆 只要你打拆的时候 安装了上去联合吸塵器 边打拆、边吸塵 对,没错 所以这款TDRSB的设计理念 就是主打、灵活又实用 所以无论做地还是做墙 都可以有效控制粉层 接下来我们会安装了这个DDRSB 这个集塵配件 联合吸塵器 做个打拆 大家可以看看打拆时的吸塵效果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武装杂层 大家可以看到分别 OK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装杂层配件 那些粉层在这边打 到处飞的 除了瓦礫之外 吸入肺的粉层就会飞到到处 PoSum这个镜头就会更加明显看到了 左边装杂层器的一个 除了一些大一点的石屎粒以外 一些微小的粉层就真的吸了上去 看多几个慢镜 你会更加清楚看到 真的好像有个粉层龙软峰 吸入集塵器里面 好 说完一大堆石屎软窄的集塵 但地盘的层又怎样指来自软窄呢 当中石屎切割 开坑 打磨的粉层 都是非常夸张的 尤其是做石屎打磨 那种层是四方八面的爆出来 防不清防 刺割带来的粉层相对容易控制 因为层飞出来的方向比较单一 透过专用的吸塵罩就可以有效集塵 但是磨墙就不同了 因为作业范围大 加上工具的运动轨迹 粉层很难触摸 很多师傅都说 打磨的时候 都真是吃层都吃到怕 接着我会做一个磨墙的示范 大家看到石屎分别喷漆 喷漆喷了两组字 会分别尝试有装随随装置 和没有随随随装置的情况 大家看到第一组字已经磨掉了 刚才是有装随随装置的 你会看到出来的粉层是比较强的 它是小的 好的 转发 現在鏡頭在哪裏 我看不到 我不敢脫口罩 因為現在還是很大層 我整個眼罩也是 整個過程的煙霧是不同方向周圍飛的 而且你做的時候 就算我戴上N95 你都會感覺到那些粉塵是有吸進去的 所以你會看到剛才前後對比是非常大 我們再看看VAR 即是看到整個空間的能件度 在施工過程期間起了很大的變化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在磨機配合吸塵接頭下 效果是一清二楚 到底為何這麼厲害 除了設計得好之外 也有利於後面的核心 HUTI的工業吸塵機 HUTI的吸塵機系統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做到模組化設計 我們使用這部VC4LX22T8 L級的除塵器為例 你可以按場地需要 變成8L容量的背包 或者15L容量的座地拖輪吸塵機 主打靈活使用 高機動 無論背後 拿著座地都吸塵 如果容量 大家想再多些 就可以考慮這部 VC40LX 它是屬於L級的吸塵機 容量達到34kg 不論是木碎 櫻泥沙 石粒等等 全部都吸得到 另外 亦不會怕它吸一吸 吸不上 說吸得太多 乾濕兩用 當然 另外 想再方便些 可以考慮另配 南華remote control 便更加靈活了 俗出場 就是這部VC40LX的吸塵機 始終做了這麼多大型工序 地面也難免弄得很骯髒 沙石、污水一定走不走 這部作為施工後的清場工具 便是相當好用的 你看看 即是不同大小的沙石 都難去不了 這部L級吸塵機 內置高厚的過濾系統 它亦都符合Pepper的嚴格過濾標準 它可以過濾到99.9%的超微小火粒 確保不會噴出很小的層 濾網又夠堅韌 不會被石仔灰塵水 整壞、整塞 而所謂模組化設計 再升級 就是這個VC40 可以配合VCCB 做一個組合 因為當你的除塵工作 有很多時候 其實容量 多多都是不夠利用的 另外除塵器 當你用了很久 裡面有很多塵 清理的時候 是很危險的 一個不小心倒出來 你就會有時間煩 還有時間搞 擁有VCCB 它的塵袋 可以做到密封更換 扯一個塵袋 索兩條索帶 在中間一切就完成了 十秒換完 大大減少換袋 有害灰塵的二次傷害 又快又方便 簡單和大家回顧一下 看到這裏 是否終於明白 所謂無塵工作 並不是游轉 加一個雜塵器 這麼簡單 現在的雜塵系統 是因應你所需的工作和環境 結合Hilti的工具 形成一套完整高效的無塵解決方案 當然 個人安全防護裝備 都是不少得的 正所謂 預防勝於治療 效率更加快 健康收工 大家自然長造長有 其實我們這兩集 分享了這麼多新的東西 介紹了這些新技術 例如像Hilti的大品牌 這麼多年來做了這麼多研發 開發的成果 希望整個業界 整個學業一起進步 亦希望大家 學會接受 擁抱新事物 就像一開始 游轉加雜塵器 很多師傅都會覺得很麻煩 多餘地拿多東西 但時間久了 技術進步了 體積輕了之後 又或者很多師傅 體驗過這種配搭 那種無塵工作的爽快感 都令眼相看 所以這種開放的態度 對整個行業 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好了 今集節目到這裡 記得有什麼題目想說 分享 在下面留言 還有CLS Youtube、Facebook、IG 我們下集再見 Ciao survey 大丈夫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